給我30分鐘,我來跟你講一講,這輛所謂的JDF Honda Civic FL5 Type R 所謂的買引擎送車,就是這種啦,紅頭引擎 那麼這個是一個K20C,K20你們有覺得跟那個FD2R,跟那個什麼一樣的K20 K20有很多個版本,幾百種版本,幾十種啦,他們的本體是差不遠的 那麼裡面的東西全部不一樣啦,Biston啦,Quandroid啦 那麼因為K20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引擎,那麼所以也不需要換太多 但是永遠改不了一個命運,就是有點會過熱啦,有點太燒 因為紅頭嘛,紅色是很熱的感覺嘛對不對 做一點Intercooler,對啦,反正下面很大片嘛 所以我朋友在中國,阿特啊,他也是有輛FL5,他在中國買 他厲害,他一個國家一輛車,他很厲害啊 他跟我講了呢,那個Radiator換掉Wagner的也是可以 日本品牌也可以啊,最好是鬼老品牌啊,散熱再強一點 然後再來一下Intercooler,再下一下那些Air Intake Group M的Intake一套,然後再加那個PWR水柜,再來一個Intercooler這樣 就WagnerTuning也是可以啦,總之就是Best啦 我們也看到這輛車要拿來Root這個FK8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Sepang也見證過了,整輛上去再下回來 那麼其實這輛車就是唯一一個缺點,它真的是只有一個缺點有沒有 你講一個保值,它保值,操控它OK不錯,手牙爽嗎爽 整輛車夠大了嗎?也夠大,那麼就是燒一樣,我覺得 就是它會發燒,OK 講完了,這輛車呢,是一個在關單的朋友買的 那麼這個老闆呢,他是做日本餐的,在那邊做日本餐 就要駕日本車這樣子,而且這輛車6A分,OK 非常高分的一部車,你看啊6A分,它很像新車一樣啊 當然它跟新車唯一的差別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價錢,新車賣多啊380,399啊 再加一落地便宜100千 那麼跟你們講一下幾樣東西啊,關鍵的點 你有看到它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尾翼 這個是我在很多車都可以看到大尾翼 但是我覺得在很多video都沒有講到 可能它沒有這一方面的這個值 它有一樣東西就是這邊,你看啊 這個是它attached the point for那個spoiler 因為它這個spoiler可以create downforce 到first有沒有好像我手壓下去這樣 好像我手壓30公斤,50公斤,100公斤 當你跑越快它下壓力就越高 所以會導致這個後尾箱變形 其實壓多了是會變形的你知道嗎? 所以呢,他們Honda呢 就在那邊配置了一個plastic to enhance 看到嗎?所有那個point 這個point啊 當你把整個後尾蓋給壓下來的時候啊 不會變形,OK啊 你看它放了一個plastic在這邊,左右兩邊 所以這個是很好,他們有想到這方面的東西 Supra就是沒有想到他們會放 這樣大的尾翼下去,所以它 如果你加快真的是會裂掉 這輛是ready anytime,它已經有了這些東西了 你放再大的到force,我不怕 敢敢去 大過車身,高一點 其實內飾也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對不對?買Honda就是 其他最重要就是引擎,其他都是送的 其他都是ok,ok就可以了 ok,我們去試駕,let's go 首先第一個,suspension硬齁 而且這種車現在的clutch啊,洗尾容易放齁 不像以前我們加EK 哇,很容易駕啊 哦,它也是會hue-toe的哦 我剛剛要hue-toe,然後我忘記了嗎? 因為我腳習慣了會hue-toe 啊,你看日本的slang camera又來了 萌到鬼這樣 動力其實跟你講跟fk8差別 感受不會太深啊 在這一代的這個外觀啊,沒有那個 好像gandam那樣的感覺啊 這一代就沒有gandam feel 但是我覺得它成功嘛 它這輛Type啊,很成功 比fk2比啊,跟fk2也比 fk8那時候人家還在想 呦,那個tube-toe的哦 這一代已經人家就不點了 它的反應啊,很快 很容易駕啊,現在的車 真的是很容易駕,現在也沒路車 我還有一輛EG的桌子 非常棒的車 難怪阿德買一個左架 這種車向下車咧,就要注意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一片咧,很容易駕到啊 所以咯,我們這種肥仔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坐進去的時候,你要跨進去 那個狗嘛,你要坐了進去 然後把那兩片駕回去,然後坐下來 現在一輛FL5買回來咧 只需要200多,200圍 所以有興趣可以聯絡car import 或者聯絡我都可以 是一個不錯的車 但是絕對不是一個好的daily drive 雖然有人拿來當daily drive daily drive還有更好的車 but it's fun